快篩羊四童PCR羊 但是你要知道 醫生給藥的標準不是完全只有按照PCR來給藥 比方說你雖然PCR是陽性 可是你症狀很輕 這種症狀很輕,難道一定要給他抗病毒藥物嗎 給他一堆什麼推燒止痛 沒有症狀,吃藥幹什麼 所以大家有個概念 所有的藥都是 要吃多的都是毒藥 藥不是補藥 直接跟我講這個抗病毒藥是毒藥,當然不是 所以原則上是有需要才是,沒有需要不要吃 所以我們要幾個觀念跟大家講 我們防疫疾問診目前的容量已經到了大概一萬二以上 我看這個一萬二以上 所以對絕大多數的市民朋友需要是沒有提 事實上我們那幾個三個 所以我們是這樣 從明天開始中藥已經開放 快篩癢是從PCR癢 但是PCR癢也不是 開藥的唯一標準 很多媒體人一直在講說 快篩癢全部都要吃藥,這不對 所以是這樣 我們幾個跟大家 跟市民朋友宣布防疫疾病者的大戰略 如果你是大於65歲以上 那第一個 或是你不到65歲 但是你身上有很多問題 比方說肝硬化肝 你覺得你的免疫力比較低 需要吃 抗病毒藥物 那麼原則上就去醫院的防疫基本診 不要去車萊塑 因為車萊塑 他就是讓車子一個一個過去 所以原則上我們車萊塑是給那些 65歲以下 身體健康的 他就是要一些 發燒止痛的這些藥 喉嚨痛的藥 他比較簡單的藥 他不是要吃抗病毒藥 因為這抗病毒藥物 新上市 到底這個藥長期有沒有復活 沒有人知道 當然在臨床上 他的確是很有效 在發病前五天吃 可以很明顯降低死亡率 但是這樣那是有病人會降低死亡率 你沒有病人吃那個會不會降低 會不會反而增加死亡率 我不知道 所以原則上是這樣 我們只有那個65歲以上的 這第1個 65歲以下的 你有 肝病、腎病、心臟病 你覺得那個免疫功能有底 才去吃抗病毒藥 因為吃抗病毒藥 這個藥是新藥 他很誤雜 大部分醫生也沒有經驗 所以那個藥要做很多詳細的評估 比方說 你現在有吃哪些藥 因為它會干擾很多藥物的作用 這個藥還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很先進的藥 應該它是一個比較 我們英文叫Prototype 比較圓形的藥 通常我們一個藥新上市 經過幾年慢慢沒把 發現到什麼膚質後慢慢再去修 那這個藥是很新的藥 所以 不是一個被修過的那種 那種比較進化的藥 所以原則上它對很多藥物的教護作用 相當複雜 那一般來講 醫生要評估你適合不適合藥 問老半天 估計有時候 他們跟我說平均要溫15分鐘 所以這個絕對不適合撤來術 如果那個撤來術 在當場問你說 要不要吃抗病毒藥物 搞到最後那個撤來術會變撤來板 一定會塞車一套路 所以原則上這個要呼籲市民朋友 我們這個防疫疾問診要輕重分流 車台處是給年輕人用的 65歲以下 比較簡單的在這裡他們處理掉 比較複雜的 你就去 那個 醫院的防疫疾問診 不過雖然是這樣 我們看看下一張 今天如果你快篩癢 你知道 我們 我們 也不是土傷你就馬上去醫院 如果你可以用 通訊診療解決的話 你就通訊診療解決 那我現在台北市是這樣 我們會公佈每一個行政區 可以提供通訊診療的醫院 他們都電話號碼 你打電話去 他就跟你講說什麼做這個線上的括號 什麼線上看診 所以原則上是這樣 我們再說明一遍 從明天起快篩癢是從PCR癢 但是你真的快篩癢 如果你有能力 上遠距預料 就用遠距預料解決 因為什麼你知道 你要跑去 跑去醫院 就製造大家麻煩 所以 只有說 另外一個 如果你有親戚朋友 可以拿你的檢體去醫院看 大家包好了 因為那個檢體也是有感染性 我去醫院 可以幫你帶領藥 就是直接透過親友去建立 那個通訊診療 那也可以 能夠視訊診療就診療掉 只有那些你說 我這個視訊診療我不習慣 我一定要看到醫生我才安靜 那也可以 那就請到防疫期門診 但是我們病人不會鼓勵說 快篩癢的病人 隨便跑到診所去看 為什麼 你不要去那傳染別人好不好 所以應該是這樣 原則上可以通訊診療 通診診療 不然就叫親友幫你掛號 你堅持一定要本人去看 那就去看防疫期門診 然後去防疫期門診 一樣 簡單的去車來處理掉 複雜的 要需要吃 再點抗 抗病毒藥 那就去 那個 一般的醫院 一般的醫院提診後面的 專門在看這個 防疫期門診療去看 那我希望說透過這種 溫流你知道 希望明天的上限 會比較 比較穩定 LiltoB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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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ltoBga